丫头 当王鹏的声音在美国的孟非斯动物园大熊猫馆内响起时 鸭鸭难以置信的隔着牢墙反复确认 当发现真的是自己的奶爸来接自己时 鸭鸭立即奔向门外的王鹏 鸭鸭不是第一只旅美大熊猫 从中国搭乘专机飞向美国的第一对大熊猫 分别叫灵灵和星星 它们是中美关系发生巨大转变的动物见证者 大熊猫是特殊于中国的珍贵动物 即便在中国大熊猫的数量也非常少 因此世界各国都对中国大熊猫非常感兴趣 上世纪60年代 随着国际局势的不断变化 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决定连中抗苏 之后美国方面就一直在想办法与中国拉进关系 而那时候的中国 因为与苏联关系恶化 中苏边境并不太平 同样迫切需要外来力量缓解所受到的国防压力 毛主席第一个想到的国家其实就是美国 在美国尝试着接近中国的同时 中国其实也在思考如何与美国自然而然的接轨 但奈何中美文化差异实在是太大了 美国方面理解不了中方委婉的亲近之一 中国方面也不太能接受忽然热情起来的美国 就这样一直到1971年 这一年对中美而言非常关键 一场乒乓外交成功让中美长达30年的不正常关系拨云渐日 随后尼克松总统提出亲自来中国访问 而在他来中国之前先派出了几批先前小组 让他们与中国先一步协商之后自己的访华安排 向我们熟知的基辛格就曾奉尼克松之命提前秘密访华 而不管是哪一批先前小组 不管他们在中国干什么 也不管他们要与中国政府官员讨论什么 有一件事他们每个人一定会做 去北京动物园熊猫馆看熊猫 甚至为此还有人愿意将参观巴达岭长城的行程不断推后 反正就是一定要看到憨态可掘的大熊猫 1972年2月尼克松携妇人飞敌北京 在安排二人行程时 尼克松很关心自己能否与毛主席面谈 而尼克松夫人很有意思 他并不在乎自己的行程如何变化 但去北京动物园熊猫馆看熊猫这一项却一直保留着 大概对尼克松夫人而言 熊猫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 与尼克松无比期待与毛主席见面一样重要 在尼克松夫妇抵达北京的第二天 尼克松夫人便起了个大早 她已经等不及要去动物园看熊猫了 当时负责陪同的政府人员是唐龙斌 据唐龙斌后来回忆 尼克松夫人在看到大熊猫的时候异常兴奋 本来一行人中有专门的摄影师拍照 按理说尼克松夫人可以事后找摄影师索要大熊猫的照片 但显然这并不能让尼克松夫人满意 她要亲自拿着相机给大熊猫拍照 并在征求了动物园工作人员的意见后 给大熊猫喂了食物 动物园执行结束时 尼克松夫人很是不舍 不仅大赞熊猫可爱 同时试探性的询问唐龙斌 能不能送美国一只熊猫 这可不是唐龙斌能拿主意的 由于唐龙斌一直没有给肯定答复 尼克松夫人约门也清楚 大熊猫作为中国的国宝 不会轻易送人 故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尼克松夫人进行了一场报复性消费 购买了一大堆大熊猫玩具 对此唐龙斌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结束一天的行程后 他立即将自己的所见所知 汇报给周总理 只不过周总理并没有多说什么 直到尼克松夫妇即将结束中国之行 出席答谢晚宴时 周总理忽然指着 从餐桌上的熊猫牌香烟 对尼克松夫人说 我们要送给你们两样东西 尼克松夫人以为周总理要送香烟给自己 连忙以自己不会抽烟的理由拒绝 而尼克松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 在周总理开口前 他假装讨要香烟盒子上的熊猫图案 称希望制作装饰送给妻子 周总理微微害手 笑着对尼克松夫妇说 我说的是大熊猫 我们要送给你们两只大熊猫 尼克松夫人显然被这个好消息震住了 不过她很快回过神来 迅速拿起桌子上的熊猫牌香烟 向自己的丈夫确认 喂 黎查德 周恩来总理说送给我们两只大熊猫 真的大熊猫 第二天 有关部门立即行动起来 开始甄选赋美大熊猫 经过严格的比对后 两只雌性大熊猫 玲玲和猩猩从重熊猫中脱颖而出 并于当年4月搭乘专机飞往美国 在玲玲和猩猩抵达华盛顿时 八千与美国民众贸易迎接 身为大熊猫狂热爱好者的尼克松夫人 则在不久后出席了动物园熊猫馆的节目室 作为第一对旅美大熊猫 玲玲和猩猩在美国享受着极高的生活待遇 而美国民众为了来看大熊猫 甚至一度造成动物园附近路端出现严重的交通堵塞 1999年 猩猩因为多器官衰竭生活痛苦不堪 动物园管理层反复协商后 决定让猩猩安乐死 两只大熊猫前后经历五任美国总统的任期 几乎见证了整个中美蜜月期 可同样是大熊猫 旅美的鸭鸭和乐乐遭遇 却令国人痛心而愤慨 在王鹏去美国接他的丫头之前 25岁的乐乐已经去世 虽然乐乐的死因报告显示为心脏病变之死 可当看到瘦骨临寻的鸭鸭时 大家不禁开始质疑 乐乐真的是死于心脏病变吗 我还是不禁止了吗 感谢观看